回來第四節的升旗易得道 這一節我們要講一下股市 以及股票息息相關的問題 因為 剛剛聯交所出了那個 新公佈 新的機制 就是說那些股份如果停牌停得來 18個月就有機會要除牌了 這件事 陳大哥就很想說 我們也很有興趣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個 雙息也不說是老友 因為沒有什麼交情 有一個雙息 曾經是一個 某個省的首富 他在香港的 上市公司 一度有 百億市值 但是停牌之後 零年停到現在 不單止是 公司停牌 欠債還錢 加上 他打算去救回他 找白武士 本來 債逃脫了 現在又要還那些 因為這條數是最傷的 人們說為什麼輸得那麼多億呢 原因就是他那時候拿了人家幾億 那如果你停牌 不拆還 最傷的時候 就是想要救他 但是救不了 黑影15小時 這個叫做 是啦 本來呢 死兩名美軍沒事的 整隊人去救他 就整隊人死了 飛機都被人抓緊 沒錯 說回香港之前的一個案例 就是這個八百半 和田一夫的單 是 他自己時候都說 不夠好 根本為什麼他會被人清盤呢 因為他一直有還錢 那些人沒有還錢繼續賴那些 銀行就怕他會繼續 跟他搞定債務重整 沒錯 但是他一直還錢 我看 清了你的盤沒問題 清了他的盤有好處 是啊 就是這樣 所以他有還錢 他為什麼不行 就是因為他有還錢 沒錯 那我這位相識呢 他當時最錯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還錢 因為 他當時托了別人水龍 欠了大陸 是應該十幾億的民幣 香港 而且還有一條數 接近 8億的 兩條數加起來 是20億的 如果他不還 他其實不是還了 他還了 差不多八九億的 兩邊 每邊還幾億 打算頂著 接著伏牌又可以翻身 就是如果他拿著這八九億 賣過另一隻殼吧 現在化為烏有 因為他原本可以不還的 他又拿去還錢 接著這三年來 請了一個 好像是美資的大行 就幫他 律師行 幫他跟 接著又當然是找來會計師 有一個團隊啊 都是賊鬥來的 就是這樣拿東西的 因為你有所求嘛 你想救嘛 你想救嘛 但是我有些什麼呀 我有些藥啊 聖誕可以幫你救回去啊 那你不是多多錢賣嗎 你怎麼吃東西 沒效的 多拍兩顆 你不夠神心啊 知道嗎 所以沒有效的 拍到兩顆 是不是 接著呢 再沒有效的 你又沒有醫時吃啊 蛤 喂 說了兇肚吃的嘛 什麼時候兇肚啊 不要緊 再沒有效 我還有一陣子特效藥 對呀 還有一陣子特效藥 好啊 這麼像那些 這麼像那些 就是人家 比如說 患了絕症 去亂病急亂疼醫 也不覺得 然後香爐灰都要有 你有事不搞你 這事不搞你 首先要了解 為什麼這些 所謂corporary recovery 這麼好做呢 是因為呢 這些殼呢 重整完之後 是沒有債的嘛 是 沒有債之後呢 通常呢 重組完的股份呢 就不知道 由 將原先的股份 縮到只有幾個百分 是啊 兩三個百分 然後增發那些 就不知道怎樣 所謂搞的 就變成九十幾個百分 就是乾了 沒錯 乾了 乾了之後 它再放下 是 不是雜資那隻 放下 在外面賣出來 是 任購它炒 任了它 可以由幾 才放到幾 是 所以這個呢 可以撿到一隻 這個殼 又沒有債 又任得 還有很多稅股 同樣是這些東西 做稅股 除七 為什麼 除七 現在呢 就變成很多稅股 你大概用一個簡單的數學 十除七 當然 有 剩下 剩下很多 1.4幾 1.4幾 最多稅股的那些 就投票 投不到票的 這稅股 很無聊 很無聊的 所以這些遊戲 就玩了十九幾年了 所以 就不知道 玩了那麼久 玩了很久 現在 現在的改例呢 其實就反映了 背後一個重大思想 是 要殺一批人 是 要殺一批裝 要殺一批裝 首先呢 你們以為以前行的那條矯道 現在就覺得是 換遊戲規則 將你玩開那個 不玩了 不讓你玩 這批這次呢 有人說 是換一批裝 但不只是殺本地裝 大陸裝都拘捕 我懂得這個傷色 就是大陸裝 沒錯 所以 現在的做法呢 以前我講過那一集 由一個所謂 Disclosure Base 現在轉為 Judgment Base Judgment Base 即是 阿sir說 你們這些人是賊 他就不讓你服牌了 其實我們以前 我臨修山之前 還做過一宗 這些事情 我們那個時候 就不是叫做 Rule 6.0 以前我們叫做Paragraph 38 即是 你上市的時候 有一個Listing Agreement 同年交所有一個簽約 第38段 其實就是講 如何服牌 如何服牌 去到那個階段 最後 內部跟我講 只要他認定你 上那一刻是做假數上的 你是救不了 但他 是不是會通知他呢 不會通知他的 他會告訴你 他心裏面 他自己內部 有一條底線 就是說 如果原來你上那一刻之前 是做假數上的 是 他是不會給你救的 最近有些人都是這樣 現在就是千方百計 為何阻礙你那麼多 有很多人都認定 你是做假數上的 是 其實 拒絕你第一次 他都覺得你是做假象 你節目講過了 所以 某一個 最近 今年上市有兩個 那些名人 那些都是大家心照 如果真的 未來有人搞 很大機會就脫牌 所以如果你說現在輕易去做 是白仔還是主板 一隻白仔還是主板 要自己留意一下 大家自己對號入座 我們不要說明 第一個最難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剛才你說的那班人 美國回來的律師 四大律師 四大律師 那些 因為有一個重組部門 會做了一個PL 叫做Provisional Liquid Data 你不要小看 他的權很肯大的 對呀 其實他又未正式 公司去到清盤街店 清盤官是很大的 最大權 深色大權 好像亞視那樣 現在他不是今天 就是主角 這次講的主角 因為他很 黎瑞剛 他們很變態 黎瑞 黎家 黎家恩 黎家恩 黎瑞剛是股東 他叫PL 就是Provisional 臨時清盤人 如果他真是清盤人 就好像Johnny剛才說的 他的權力是最大的 是 因為深色大律師 但是因為他是PL 所以他就是臨時清盤人 而他特意把權 或者責任 交回現任董事會 是 所以讓他們通過這些 新方案 所以他是有意無意地 他們會把責任 推給現任董事會 讓他們去背負這些東西 包括團數 為甚麼呢 其實他要留空間給你 恢復業務 這個恢復業務 我剛才講的 Paragraph 38 或者現在新叫 Rule 6.04 我不太記得 總之都是那樣東西 你如何復牌呢 關鍵就是 新投資者 以為他搞定債務就可以 其實不是 除了還債之餘 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你如何恢復舊的業務 我舉個例 但是他就是做得不好 他才慘了 他才停的 但你還要恢復一個 已經是死了的業務 十之其九是恢復不了的 有個問題 如果他是被人家派了很久 根本那個生意都沒有了 沒有錯了 這個就是 有些生意可以被淘汰 整行沒有了 但是聯交所不是這樣看的 他的例子 Paragraph 38 寫明就是 你要恢復回 當時你上的 你是做哪一行而上市 你現在不是新上市 你現在是復牌 叫做resumption of trading 所以你是要恢復回 以前那個死了的 業務 包括你要找到 停牌之前的業務 沒錯 是那個產品 而且也不能轉型 要找回一些新的客人 不要緊 但一定是那個產品 有很多學被人停的 因為其實是賣了盤 他把業務抽出來 那個業務盤已經沒有了 很多都是啦 當時 麥林賣出來的時候 已經抽完了 對不對 什麼林沒有抽到 你很多啦 你直接轉了業務 你恢復不了 變了第二行 我說朋友經驗 不要說我的經驗 說是經驗就不行了 朋友朋友朋友 對 我朋友朋友 就說怎樣呢 例如他遇過一宗案件 就說要復牌 好像Dulbert哥說 沒有了 又或者業務已經抽走了 那怎樣恢復呢 那一宗是做成的 做回同一個產品 找回 在那間廠也沒有賣的 可能是夕陽行業 沒有人再做 那間廠也賣了 沒有了 那怎樣呢 就在那間廠的附近 同一條村 租回 租回廠房 整回那條生產線 那些廠房很容易 其實那些廠房很便宜的 整回生產線 然後呢 做回那隻產品 還是很低檔的產品 當時已經沒有人要的 那 我們的角色就是怎樣呢 跟他找回 撿回整盤數 說他已經有那麼多訂單 有那麼多客人 還有那麼多供應商賣貨給他 那整盤數收拾完之後呢 還要請大人 聯交所不會下來看的嘛 是個PL 下來看的嘛 林先生 清盤人下來的嘛 他就裝模作樣 假扮看了啦 真的把訂單收拾了 我告訴你 當年早上是做計算機的 早就沒有那隻計算機賣的 那些 那些是甚麼 那些是最佳的那些 現在計算機就是電腦 10元一部的那些計算機 你還生產了嗎 你開間廠商去生產 那些計算機 現在都不用 那些是舊幾歲一部的 還要做那些計算機 還要找那些 客人 還要找供應商 又或者你那些電話 生產 搞配的那些電話 你現在在哪裏找到訂單了 你不要說甚麼 二支電話都找不到訂單 顯示屏 現在都不出的啦 印度都不用的 我最怕是那些綠色螢幕的那些 你還怕的 不是啊 袁教掃 袁教掃真的要看那些東西 因為他的例子不斷寫 如果你做了一些新的東西 或者是不同產品 或者系列 他會不接受的 他叫你不如重新上市 不如你重新上市 你重新上市 你重新上市 批不了 所以 要做了這麼大長的弄縫 還有一盤數 然後請PL大人 帶上他的伙計 浩浩蕩蕩蕩走過來看完之後 誒 滿意 他肯寫 還有啊 他下來之前 接受你玩之前 他收了你一千幾百萬訂金 喔 他出差 然後扣完 然後還給人美數 過二千元也不奇怪 那一分鐘 聯繫了律師 不好意思 踢爆那件事 對呀 不傷心 我剛才說那件事 那個人患了絕症 他是去看了什麼神醫 神醫就要去香奴灰 對呀 問題就是 你看到他 你聽著他 問題就是 你不小心踢爆他 連最後希望都沒有了 對呀 因為你看著他整口香奴灰 他還要念神打 還要請神 齊天大聖 誠心請 誒糟糕 那你沒理由告訴他 這不是很殘忍的嗎 當時我們也很痛苦 我們上去 其實斟茶也很好 招待 我們又不好意思 把真相告訴他 是的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接下來看看 要怎樣配合 我們也會盡量幫忙的 喂 你不是只能夠說這些說話 是不是 你說得對的了 那你看到他整口香奴灰了 你沒理由告訴他 喂 朗朗的嘴 你那些香奴灰來的 不能治好你 首先還要問一下你 他上了手 他這盤數是否被 所懷疑他是做假數而上市 我不敢說 如果他有這樣的懷疑 他好像是借學上市 很多手 他是借學的 很久以前的 他那隻是九幾年的孤份 那應該不是那天的 如果是剛剛 媒體都說 爆他做假數 朱爾超 就算你那個雞排 搭得多漂亮也沒有用 這個是最 fundamental 你怎樣搭都是不會批的 沒有啦 如果牽涉到這個 現在停了牌的股份 其實現在有幾十隻在停牌的股份 坦白說也是 因為現在很明顯 聯交所 他可以幫小米站台 他就是 等於 他會放大陸一批裝下來 而殺了你現在香港現成的那批裝 當然現成的那批香港的裝 也不是全香港人的 可能也有部份是大陸人 但是跟香港拍了 他就當你是舊勢力了 其實就是新勢力 剷除舊勢力 你一班人在香港找開吃的 他現在就等於趕走你們 因為香港地方有限 不夠位嘛 是不是 就跟你說 喂 你起床 為什麼我要起床 那個位置有人坐 我坐開的 你坐開而已 現在有人想坐嘛 是不是 跟大陸打卡好像 一樣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劏你的理由就是 很冠冕堂皇的 說你都停了牌 你不對嘛 你犯了虧嘛 你犯了虧嘛 是不是 那現在除你牌 帶條道理的 除牌之後 民安牌的 別人坐你的位置 讓我齊哥哥說多一點 齊哥哥說多一點 十幾年來 嘉日索都說很多錢都要改例的 有很多除牌機制 包括大陸 有些就是如果連續多少年虧損就要除牌 三年就好像大陸 有討論過很多次的 結果都行不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上市公司界老闆也有很多朋友 業績可以射來射去的 你說我連續虧三年 很簡單 我今年我們大家做 我贏了不行 可以啊 今年做我贏 你們虧兩年 過了這一年之後 我們四個在打麻將 鬆章 鬆章 射給電話 弟弟都拿關 金鋪 金圈 說真的 盤數 你想賺 賺很容易 為什麼香港上市公司 為什麼連年賺呢 因為他真的有夠理的嘛 那些公司 市值只有2億 可以賺10億 然後還要買遊艇給主席 還要 幫主席買一些業務 那些是只有主席自己經營的 1億買個拆字交 沒有倫無量的 1億買個拆字交 當然是撇數的 9億9的 那些都是goodwill 所以是這樣的 沒辦法的 現在呢 剛才你說的問題 跟馬會有點像 馬會也是 你練馬斯一年 贏不到16場頭馬 就有機會釘牌 他可能第一年要警告你 第二年又贏不夠 你沒有朋友的嗎 可能真的沒有 但是馬跟 數有一點分別 畜生有時候很難控制 一年真的贏不夠16場 就贏不夠16場 最好就是釘牌兩個 對啦 李爾達和顧達里 大家都保點同情 大家都覺得兩個字 一個字 底 沒有其他的了 還是三個字 一樣的 後面那兩字可以skip 底 冷死 大家 skip了 一個字就搞定 大家也不知道 但是 你剛才說得對 股票的東西 業績的東西 很容易做數 我試了兩年 今年想賺回一些 行不行 當然行啦 我就做幾宗交易 我又五百萬 跟你買十個冊子交 那你就賺了四次幾萬 那就行啦 還有香港最大的 經濟生態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增值稅 即是說這些 怎麼打都可以的 也都不應該改 老實說我作為 在香港生存了這麼多年的 物體 如果你改了就很多人 糟糕了 真的很多人很大問題 你若有增值稅 或是銷售稅 香港就不是任打成交 就是那一隻 我當時 講過一個 吃屎的故事 他也是產生GDP 也是生意 如果他進去 打增值稅 吃屎的交稅 就糟糕了 吃完還要交稅 我們在香港是吃屎都不用交稅的 我們還有一個話題要講 下一節回來 講這隻404 不是上網查不到 那404 是股粉404 下次再見